这个吸盘更大了 都比我的手大 行 这个也带着了 这个城隐正在窝沙 你说我来的巧不巧 是刚刚进去 来吧 这种情况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这就是运气的好坏了 这玩意 你遇着我算你倒霉了 刚刚退潮 要不然这种早就进去了 个头还不小 行 带着了 出了 这个小家伙永远就这么厉害 放水里就开始烫 就刚刚看见他的出气孔 他发现他 要不然像这样的 你上哪能找到他呀 关键他是大海中沃沙 一把好手啊 这要是工程绝对厉害 好人家的土堆里面 一下就看不见了 这也就沃沙好玩 剩下的只能说好吃了 他那个皮肤跟沙是一样的颜色 这个也是螃蟹 这个也是螃蟹 来吧 这是刚刚退潮 这个就有点小了 看一下 这个估计是今年秋天生出来了 这种小的再给你盖上吧 这家伙藏着地方是一声不吭 要不是用脚踩着他了 我都不知道他的同态 哎呀 看个头还挺大这个 哦好 哦哦哦 哇嘴 这个水都能给我洗一身衣服了都 这水有点太多了吧 一般这种都是两个的 这是一个工的 花纹不一样 那个抹着花纹发亮 也没交朋友 这家伙单身汉一个 这个白鸽用米把自己包住 只要是他们能把自己包全乎了 看 包完之后 他就随着大海的洋流随波主流 就跟我们开着车出去旅游一样一样的 这家伙太牛了 看这一层粘液已经把它包裹的差不多了 我估计这个潮头不来的话 他直接就跟着大海的潮流走了 行了这个带着了 哇塞呢 像这样的空壳底下他也有 包扎鱼哦 在这儿 你看 嘿嘿嘿 进来吧 哎这个巴扎鱼可不小了 来吧 我这一拿你你就想跑 哎 这应该被这个围网给拦着的 小壳大壳他都短 看见没有 来 一会他就卧沙了 我天呐 哎呦 这样直接就进去了 只有干沙他 他才会有那种烙印 这个我给你带回去吧 别藏了 行 这个月亮被应该是 没想到我来抓他 打的小也特别小 要不然就看不见他了 哎 洞还挺生的 出来吧 这 这个个头不算太大 不过现在的月亮被是特别匪的 这也是个月亮被 口特别小 不过这个好像比刚才那个大 哎 嘿嘿 怎么样 稍微大一点 他那个月亮被的大小 就看他那个口的大小 就知道了 那种太小的月亮被的话 他都没有眼 看这个城隍出不出来 好像没有反应 哇 看一下 这个动物一个手折动去 哎呦 这里多大 哎 来了 哇 这个正大哦 我没反应了 啊 哎出来了 哇 看一下 我的妈呀 这个真是太大了 看 哇 这个过瘾了 跟我个手差不多了吧 这个鼻子也超 好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海也开始涨潮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